大家好,上一期聊了一下最近国内拳皇九七圈一件比较火的事 就很多定有留言在问,小孩呢? 小孩不是国内拳皇最强的人吗?九七怎么排不上前四啊? 其实就现在来说,小孩别说前四了,前十都排不上 主要原因是小孩基本上就不玩九七 坊间传闻说小孩当年是被陈文俊直接打得崩溃了 所以干脆就不玩九七了 真假我也不知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圈子的人 只是对这个圈子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些事儿,比较知道而已 不过小孩确实是一个格斗游戏的天才 他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广州格斗游戏的第一了 他的外号就来源于此 当时大家都在说,广州的东升机房 有一个小孩打格斗游戏特别厉害 都叫他东升机神 后面流川久了,签简一下就是广州小孩特别厉害 于是广州小孩就成了他的ID 目前能在网上找到的最早的关于他的新闻 是2001年他拿了广州一个拳皇两千的比赛的冠军的报道 当时还是叫他东升机神传说中的小孩 那时候他才12岁 小孩的天才之处就是任何一个格斗游戏到他手中 他只要一上手迅速就能成为一线高手 甚至是霸主 所以在拳皇九七早期的时候 他也曾经是全国前三的高手 但是拳皇九七这个游戏毕竟不平衡 后期很多玩家呢就抓bug 小孩因为分心的游戏实在太多 要去打国际比赛嘛 九七又没有什么国际比赛 再加上当时陈文俊如日中天 小孩也就不怎么打九七了 不过现在小孩的九七实力也算是一线高手 三问随机人物 甚至算了上一线的顶尖 毕竟是天才型选手嘛 什么人物都玩得上手 像我八九岁的时候 还只会乱摇摇杆 典型的人菜引诱大 当时经常去游戏厅玩 完全是因为我发现了我爸常私房钱的地方 在同学之中 第一个实现了游戏必自由 同时也实现了挨打自由 当时家长是很反对我们去游戏厅这种地方的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反对我们打游戏 而是因为游戏厅的人实在是太杂 混混实在太多 各种烟雾缭绕 打架也常常发生 家长纯粹是怕我们在游戏厅学坏 后面我看了台湾ET大表哥的纪录片 发现台湾的游戏厅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是一样 后面我看了日剧GTO 发现日本的游戏厅也是一样 混混横行 说到GTO就要讲到我们这一帮同学当中的女神之一 松岛菜菜子了 当时看过GTO之后 我们很多男生都把它当做梦中女神 后面还有一位姓松岛的日本女老师 更多的男生把它当做女神 今天就不讲了 今天还是聊聊游戏厅的事吧 之前聊过在江苏正江的万达广场的游戏厅 曾经因为打拳黄九七 爆发了一场血案 这场血案呢 是因为在打游戏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 所以一方砍伤了另一方 这算是激情伤人吧 而且在血案发生之后 当场伤人的一方就已经清醒过来了 抱着受伤者 手足无措 这可以看出这就是一场突发事件 而今天要聊的这件事 就不是突发事件了 这是当年轰动拳皇圈和生化危机圈的 沙士流冲事件 沙士是湖北荆州市的一个区 沙士对于我这种吃客来说 比较有名的就是流肉粉了 流冲1986年出生在沙士 学历是中专 这里要说一下中专这个学历 在1996年之前 中专是国家包分配工作的 所以很多成绩好 但是家庭环境不太好的学生呢 就会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考中专 可以早一点工作补贴家用 所以在99年之前的中专文凭的学生 文化水平是有一定保证的 但是96年之后 中专不再包分配工作 再加上99年开始 全国的大学开始扩招 中专的生源质量就越来越下降 到后面老师也不愿意教 学生也不愿意学 到了后面很多中专 只是很多初中毕业了 实在学不下去的 过去混日子的地方 当然了还有一些部署的中专院校 比如说铁道部啊 水利部啊 油电部等等 这些中专基本上都是子弟去念的 混一个文凭 出来接家长的班 普通的中专不能跟这些中专 一概而论的 所以中专这个文凭呢 如果是在2000年之前获得的 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 相当于高中或者大专的水平 80年代的中专生 甚至可以等于现在的本科生 但是2000年之后呢 中专基本上就是初中擦身的乐园啊 刘冲按照年纪 肯定是2000年之后念的中专了 毕业之后也没找到工作 就成为了一个无业游民 在家玩游戏 他玩游戏 还是有一定天分的 在生化危机的豆腐模式中 他曾经玩到过世界第一 被日本的云梦馆收录过 刘冲在油管还是有账号的 现在他的频道里面 还有他当年玩生化危机的视频 最后一次更新是13年前 虽然他生化危机玩得不错 但是在其他游戏 他就显得比较一般了 比如说全皇97 他长期就是二三线的那个样子 但是生化危机玩到了世界第一 就给他一种幻觉 觉得他是一个天才 什么游戏都应该是第一 至少在他身边的人 不能有玩过他的 他自己在百度 创建一个杀式流冲贴吧 以前的百度贴吧 是可以自己创建吧的 一开始还是挺正常 写一下他是怎么录制游戏视频的 或者唱唱歌什么的 后来可能是受到什么打击 刘冲就在贴吧蹭地了 他每发一个帖子都自称正 我觉得这是长期没有工作 也没有卵事干 陷入了一个幻想空间吧 像正果然是绝对的 矿式奇才这种帖子 他发了好几次 就说他在各方面都是奇才 比谁都强 刷屏 自以为是 自称正 这明显已经是患了某种 精神性的疾病了 大清都亡了一百多年 玩个游戏就想称帝 这不就是神经病吗 2015年的时候 斗鱼掀起 刘冲曾经想去直播 但是因为家里面的网络 跟电脑配置都不行 自己又无钱更换 这个计划就只能推后了 后面可能是问家里要了钱 换了电脑 升级了宽带 就开始了直播 但是直播的效果并不好 毕竟生化危机属于 很小众的游戏了 当时在斗鱼比较红的 还是格斗类的游戏 全黄系列 尤其的火 特别是97 当时灰灰跟老K 是97的双神 刘冲就在贴吧 以帝王的口气发了一个帖 称赞灰灰 这个灰灰居然学正 自称叔叔 看在他与正有太多的共同点 正就设他无罪吧 这估计是看灰灰的直播效果不错 有点眼红吧 生化危机的直播效果不好 那就497吧 前面已经说了 他已经称帝了 觉得自己是宇宙奇才 就算比不上全国第一第二的 灰灰跟老K 最起码身边人 他是打得过了吧 于是他就找了他的发小 一个同样玩97 ID叫做战马的97玩家 一起切磋 战马以前属于一个三四线的玩家 是打不过刘冲的 但是由于直播的先级 各种先进的打法 到处传播 加上战马 又经常跟别人交流 参加一些比赛 水平也提高的比较快 差不多也到了二线的水平了 打刘冲简直就是砍瓜切菜 号称宇宙奇才的刘大帝 哪受得了 就把战马当成了仇人 说要捅死他 并且在贴吧发帖说 捅死仇人的瞬间是最美妙的 我就是宇宙无敌的刘大帝 大家注意一下发帖日期 是2017年的3月7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 对案情的描述 2017年3月8日 刘冲想到 因玩游戏 而与马某二 也就是战马产生的矛盾 心中气劳 便于当晚八十许 携带刀具 来到位于沙士区 人信会商业广场的 城市英雄电子游戏室 寻找战马 在发现战马之后 刘冲持刀上前 向战马的前胸 和步 各捅自一刀 随后 刘冲企图逃离现场 被文讯赶来的商场物业管理人员 控制后 移交出警的民警 2017年4月2日 战马经医院抢救无效 而死亡 刘冲因为打拳皇九七 经常输给战马 还偶尔受到战马的嘲讽 在家越想越不爽 3月7号发了个帖子 说要捅死战马 3月8号就去捅死了他 这跟前面正江万达广场的 游戏厅选案 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个是冲动商人 这个是刘大帝 觉得自己称帝了 想杀就杀 最后刘大帝 被荆州市中级法院 一省判决了死刑 可是直到2018年的3月份 死刑还没有执行 因为要等待二省 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问过一些九七圈的朋友 有的说已经执行了 有些说二省改判了死缓 现在还在蹲着 具体的真实情况 大家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战马的生命 确实已经回不来了 所以大家在现实生活中 为了自己的安全 还是离这些自称症的人 远一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